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三天兩夜的露營 最後一天了 真的好捨不得 因為你看 這裡的風景這麼美 但是呢 我們還是一樣不得不回家去工作了 相信以前看過我們影片的朋友都知道 我們的東西非常多 還好 我們有一個非常大的置物空間可以收納 但是這個置物空間呢 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它是一整個空間 所以呢 我們的東西都是要靠堆疊的方式來收納 所以就變成如果要拿裡面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所有東西全部都搬出來 才有辦法拿到我們想要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全部收納完的樣子 大家看一下 我們完全按照順序把它都收進去了 助理很厲害 收得非常的整齊 冷氣機我們後來把它挪到最裡面去 因為它是最後才需要放出來的 那這一次呢 要特別感謝小高師傅 因為我們的露營拖車呢 送去他那邊做了一些維修 那小高師傅除了把我們的維修部分 處理得非常好之外呢 還非常貼心的幫我們把置物空間做了改善喔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置物空間大改善 看到沒有看到沒有 這麼多的東西 而且這麼的凌亂到底要怎麼收呢 現在就示範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呢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等一下如果東西收好的話 就不好介紹了 那有沒有看到這一個收納櫃 那一個 黑色這一個 黑色這一個 我們原本放在外面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放一些鍋碗條款 那現在收進去之後呢 它一樣可以當收納櫃 你看我們一些雜物 它剛好把它可以 我們收了什麼東西 收的單乾淨淨的 裡面有我們的這個投影機啦 還有我們的這個鍋具啊 然後燈具啊 全部都可以收的 好整齊喔 然後呢 另外呢 你看這一包 其實你有個東西沒講到 我們連咖啡機都收在裡面 只是它被我疊在很後面而已 在後面 疊在後面 疊到後面裡面去了 哇 它這已經是兩層的東西了 你看 因為它的空間很大 你看 好好這樣子 給大家看一下 對 給大家看一下 哇 我們食物中 全部都收在這個收納櫃裡面了 哇 這樣就不會很淋亂 因為以前我們的那個 置物箱呢 它整個就是 空透 沒有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時候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我要把那些小東西先拿出來 才能拿客廳杖 如果是下雨 就其實就有點不方便 對 那現在呢 就很輕鬆可以拿我想要的東西 然後呢 這個掛鉤呢 就是掛我們的拖鞋 然後呢 助理的一些 比如說它的那個 釘子 對 銀釘 就可以放在這邊 對 介紹完這個黑色的層架之後呢 大家看一下 裡面還有一個兩層的收納櫃哦 然後收納櫃呢 上層呢 可以放一些我們小雜物 那下層 大家有沒有看到 白色 那兩台 那是什麼 那就是我們的冷氣 室外機 跟室內機 那小高師傅非常貼心的 幫我們底下 有沒有看到 底下做了一個 360度可以這樣子 就是移動的那個 那叫什麼 滑軌嗎 還是 托盤 托盤 對 對 所以那種助理呢 很輕鬆的呢 可以把冷氣機直接 拉出來 然後收納的時候 一樣 放進去就好了 對 因為以前 我要搬那個冷氣到最裡面 因為冷氣不見得是最常用的東西 夏天才會用到 對 所以我常常要整個人爬進去 然後在那邊拉拉拉 其實是很被那個 凋力的 而且每次要拿東西 一定要先把冷氣先搬出來 沒有 冷氣是最後 哦 冷氣最後 冷氣一直都是最後 只是說 可是很難收納啊 拿出來很難拿 對啊 那現在有托盤 其實就輕鬆了 很方便哦 就可以直接放在那個托盤上面 然後直接滑進去 然後拿出來 沒錯 對 介紹完冷氣的位置之後呢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那有一個木頭的箱子有沒有 那裡面是什麼呢 那裡面就是我們的電池 有沒有很讚 小高師傅很貼心的幫我們 把電池包覆起來耶 因為以前是外露的 所以上面都沒辦法放東西 那他現在做了一個 那個置物櫃之後 把它包覆起來以外呢 上面還可以放東西 對 以前其實他以前那樣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 你有時候可能 我也會怕就是說 因為他外露 我很怕有一些東西去碰到那個電池 然後不小心造成他的短路就危險 那他現在包起來反而是安全 而且我沒關 大家有沒有看到 對 這樣子抽好的 然後上面還可以放東西 對 那大家有沒有看到上面有一個黑色的 黑色那就是我們的移車器 移車器的那個算是控制系統 對 然後呢 移車器旁邊黑色那旁邊那有一個白色的 有一個那個那個 那個數字一直在 一直在跳動的那個 那個就是我們的那個叫什麼 充電器 充電器 就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移電的程度到多少了 好 那介紹完這些之後呢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 樓中樓的樓上 這裡 有沒有看到二樓的地方 我們可以放一些我們的桌子 椅子 還有一些比如說像那種營柱 就是柱狀的 或是條狀片狀的東西 然後可以收納在二樓 對 因為以前是收在那個 等於是就跟 就是我把那個客廳帳收進去之後 然後才開始往上堆 對 用堆疊的方式 而且堆疊有一個缺點 就是你要拿東西的時候 知道所有東西全部都搬出來 對 因為客廳帳一定是最早拿出來的 可是它偏偏被壓在最下面 沒錯 而且有沒有覺得這裡很空 因為客廳罩在外面 等一下呢 再放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來示範 把冷氣機推進去的樣子 來看一下 超輕鬆 因為它底下有那個滑軌 OK 成功 再來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黑黑的是什麼 這個黑黑的 就是我們裡面的燈光的這個開關 這樣就關掉了 然後呢 要開的時候直接往下拉 哇 是不是超貼心的 很復古 但是很直覺 好棒喔 都不用找 好方便 你看它就是 直接這樣子 然後往下拉 就打開了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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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们这次的置物箱改造分享就到这边结束啰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请记得帮我们按下订阅键 并帮我们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接收通知啰 我们下回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